海洋音乐季即将登场 乐团苏打绿也将重返十年前梦想起步的舞台 借一日苏打绿出席启动活动 回想十年前苏打绿也是心酸满腹 当年六人穷的叮当响 全靠乐团小财主心仪挣钱养活 因为太过心酸弄得乐团还差点减散 其实我们在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 都是跟谢心仪挡钱的 我们那时候其他五个人都超穷的 然后只有谢心仪从大学就很会赚钱 然后有很多积蓄 所以我们那时候几乎是靠他养的 其实我们第一次参加海洋音乐季的表演 那次本来就是一个解散之旅 准备解散之旅 我们来要解散的 从没想到就是在解散的过程之中 就成为另外一个新的开始 主办方特一位苏打绿送上 十年大小继续的活动照片 还特别举办寻找203苏打绿的活动 希望大家共同评凑出苏打绿十年的成长点滴 让团员很担心十年前的土罩被曝光 清风更直接嘲笑欣仪十年前还是个男孩 其实有点怕 对 多多少笑 刚才有复习了一下 当时实在是非常的土啊 对啊 有些人有一些改变 对 改变 应该是我吧 对啊 很多人都有改变 欣仪当时是个男孩呢 对 留着长头发的男孩 好大家千万不要去找这个 我跟她的合照 就有一种觉得好像 就是好像日子倒着过的感觉 因为当时真的蛮不修蝙蝠的 这话已出 相信会有不少苏打绿粉丝 不眠不休 努力找土罩了吧 MN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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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X Дж Dim国工人 从正经之计合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